再次歡迎在電視機旁邊的朋友 還有來到我們現場創世機電紅塘道一號 我們電視老闆又繼續了 每個星期一至五我們都會找到不同的嘉賓 上來分享一下他們人生很精彩的見證 今天在德賓身邊的有我們這位潛水的達人 我們這位專家 就是我們的教練歐少堅 Steven在這裡和大家說一下 他怎樣用潛水的崗位去伏事實 去傳福音 想問問Steven 其實做了這麼多年 你從事了潛水行業二十年了吧 是 沒錯 當然基本上上了軌道 所以這段時間很感恩 你再用你很特別的工種 這個崗位去回饋方道和朋友 沒錯 在不同的日子裡面你分別構思過 還有執行過一些的行動 一些的活動 都很特別的 有一個叫做關懷海洋日 當時我覺得也有很大的迴響 是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海開始有些變霸 大家看到海 怎麼沒有以前那麼藍 還有你潛了水那麼久 潛水活動那麼久 發覺水質真是全世界有這麼多地方 這麼多的深海 真的變化差了 所以你有這個心 要去做這個關懷海洋人 是的 因為我們作為一間潛水學校 如果你跟我學潛水 剛才也提過可以去西貢 那些 但是如果你去西貢潛水 全部都是垃圾 那些珊瑚又死了 又沒有魚體 那你都會覺得 哇 很不開心 Steven是否騙我呢 所以其實一個海洋環境 那個保育是很重要的 因為 正如我講 香港西貢 就是我們的後花園 那我們要自己去愛惜這個地方 如果它破壞了 沒有東西看 那就沒有人去潛水 其實我們公司都會間接受害 所以我們就會 平時都會鼓勵一些學生或顧客 除了自己去潛水 都不會破壞海底 下去只是用一個欣賞去玩 那剛才你提過 咦 為什麼潛水可以作為一個欣賜 是怎樣做起的呢 那其實就 我們幫功夫 就做開一些浮潛 那之後因為 他們有幾個辦事處 在 黃國 深水埗 元朗 他們都需要一些 很大的開支 那我們 所以後來他們就說 啊 Steven 你們搞開活動 或者 有沒有辦法可以 和我們構思一些籌款的活動 但是我們潛水沒有比賽 所以我們 想一下有什麼活動 又可以幫到他們 那不如就把 我們愛護環境的元素 放進去 所以我們在很多年之前 就幫功夫 做了一個籌款活動 叫做深海無恆 深海無恆 其實是鼓勵一些 潛水員 他就那天來跟我們出海 那天就不只是去玩 其實他去西貢潛水的時候 就會做一些 撿垃圾 海底清潔 然後我們就會把他那天參加活動的費用 捐給工業福音團 或者他們要報名的 對 他們要給錢報名 對 但是讓他們覺得 那天參加了海底清潔活動 但是那個費用 我又可以支持到工業福音團 即是身體力行 對 又可以關注到環保 但是又可以把金錢支持到他們功夫 還有我們也都希望幫到功夫 將他的知名度提高 因為他們其實機構在香港很多年 但是可能因為之前默默耕耘 不是很多人認識他們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一些籌款活動 讓多些市民 或者其他 譬如我們潛水界的朋友 或者一些非基督徒 都知道 原來功夫是一個 這麼正面的機構 原來他們除了傳福音 原來又有做福音介導 又有幫助一些低收入家庭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 就幫他搞了兩年 但是最初其實那個反應都不是那麼好的 我們都遇到一些挫折 例如呢 因為很多人一聽到 我不會潛水 那我就馬上就走了 你叫我去跑步 或者去步行 可能容易一些 但是你叫我去潛水 那我又要浪費幾千元去考了個牌 索性不如不要參加 我們在潛水圈裡面的反應 因為可能很多潛水圈的朋友 也都未必是基督徒 所以我們最多面對的 頭兩年的反應都不是很熱烈 後來怎樣能夠 喚醒更加多人去參與這個活動 繼續下去呢 後來我們又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就不想斷下去 我們在幾年前機緣巧合 我就教了一間上市公司的集團的老闆 我教完他之後 他其實退休了 就交了棒給他的兒子 所以他就有些朋友就介紹了他來跟我學潛水 其實我們就希望有多些商界或者大公司的朋友 去支持一些弱勢的NGO 所以我們就大膽 我自己就大膽把這個計劃提出 就問一下他們公司可不可以支持 那個老闆又很有心 他就不是說答應了你就算了 他真的交了給他下面的同事 他們的同事就立刻約見我們 所以我們就在那年開始 將形式轉了 第一那個活動就改了名叫做 關懷海洋日 我們同樣都是注意海洋環境的 但是呢 我們又不想只叫他們公司捐錢 所以他們都會捐一筆很大的款項去支持功福 還有我剛才說的國際相見潛水協會 就是幫一些殘疾人士潛水的機構 我們就會有些東西回饋給他 我們就會送回十幾個潛水的班給他們的同事 你想想如果公司老闆說 某天我當是員工福利 給一個潛水課程給你 應該很開心 所以他們的同事都反應很熱烈 要抽籤 他們的同事選中了 我們現在就不只是學潛水來玩 其實學了之後 就會在我們活動當日 就會參加一些海底清潔 還有之後就會參加一些 漁護處的珊瑚普茶的活動 我們覺得透過一個籌款活動 又可以令到他們關顧到海洋 亦都可以注重到員工福利 大家幾贏 而且我們公司不是單打獨鬥 我們都可以透過找一些上市公司 去支持我們這個計劃 我們推出了 他們都覺得反應很好 我們今年就跟他們搞的是第四年 展望在今年2019年 都會繼續去做這個關懷海洋日 我想參與的人士 今年可以繼續進行 既然很開心 會不會再將它的層面擴闊多些 除了一些可能真的沒有認識過潛水的朋友之外 怎樣可以再推廣 再淫屋一點這方面 其實我們現在透過這個關懷海洋日 亦都接觸了很多中學生 所以我們後來覺得 原來很多基層的中學 他們都覺得有這樣的需要 所以他們 譬如在關懷海洋日 當日 我剛才說的上市公司的集團 他們都會贊助一些浮潛給一些基層的中學生 給了他們之後 他們的回想就是 其實我們學校 可不可以讓學生 可以進行水費潛水的訓練 但正如你剛才說 對於一個基層的學生 可能那個學費都很貴 未必應付得到 所以我們就 在我們譬如鴨利洲區 就找了一些 他們學校又覺得適合 他們學校又不反對 去推行這個潛水活動的學校 就去成立了一個獎學金 我們就 每年賺助十幾個學額 給他們一些 學校選擇的學生 讓他們去進行潛水訓練 他們考了一排之後 就做一些科研 例如 剛才說過 漁護處的珊瑚普茶 水底撿垃圾 甚至接下來 他們都會接受訓練 去做義工 去幫助一些殘疾人士潛水 我們希望將那個 教育延伸去下一代 將它推延開去 這件事很好 真的可以 入到學校 入到中學的朋友 學生的名字一定是非常踴躍的 有沒有分別是男生多 還是女生多 這個運動 其實現在男女都有 還有現在那個 女生學潛水的人數 都越來越多 不會說 因為現在相對 體能的要求 不是那麼嚴格 我們需要的參加者 只要懂得游泳 他能應付到一個基本的泳術 他就可以參加 所以現在男女的比例都很均勻 還有我想會不會 你們在教他們學潛水的時間 有多一個使命 大家知道環保教育都很重要 特別去到一個我們平時看不到的地方 我們要怎麼去愛他 不是只是丟東西下去 是啊 不是只是丟下去 沒錯 交給他 然後就任由他 反而我們要回頭 如何去愛惜我們擁有的大致 其實會不會都有一個使命 是啊 所以我們會很支持 譬如魚戶處的珊瑚普查 和一些潛水總會 搞的海底撿垃圾活動 我們都會自發去 除了我們的潛水員 我們都希望我們下一代 所以既然他們的中學都這麼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都會 教了他們潛水之後 都鼓勵他們去參與這些活動 譬如前一陣子的山竹 把很多的膠 或者破壞的垃圾 吹在海邊或者海底 所以我們剛好關懷海洋日 就在山竹之後 所以那班學生和參加者 立刻可以大展身手 學了潛水之後 去幫忙清潔海體 和清潔海岸 我會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很有使命感的活動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黑不容緩 大家看到 回到我們看到的垃圾 大家真的要 繼續愛自己的環境 愛自己身邊的東西 用少一些塑膠 對 不要棄絕塑膠 好,我們回到我們 繼續有我們這位潛水的達人 Simon跟我們說一下 他怎樣用潛水這個工作呢 去繼續傳福音 去繼續讓更多朋友 去認識神呢 所以我們一會兒繼續 有電視做飯 我們先幫忙 我們一個字幕 先談判 不給我們 我們上次會 可以看 我們在這位 我們下單身 我們下單身